紧急录制 各位交易员你们好 现在是美东时间5月1号下午2点44分 美联储会议利率决议的结果公布了 然后2点30分的时候 鲍威尔开始讲话 回答记者的问题 本来我是已经不打算交易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大数据 大事件公布的时候 通常会引起很大的波动 但是当我看到市场有强势突破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进去追涨了 做的仓位非常的小 只做了六手合约 也就是我通常所做的最小的合约数量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强势的上涨的幅度里面 即使是六手合约 我现在已经赚了五位数的美金了 非常强势的突破 那我是在60号K线的收盘进去追涨的 大家看到61和62一度有非常深的回调 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什么 要等K线收盘 对不对 如果他收在最低 后面还有空头K线的跟随 那我一定会止损离场 但是我们看他后面又收上去了 一直在EMA20的上方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继续持有的 连续的大洋线收在高位 尽管有抢购高潮的嫌疑 但是很大的概率 他至少还能再往上涨一点 如果64是一个大阴线 收在最低的话 这个地方要离场 那现在离收盘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尽量的持有久一点 直接拿到他收盘 如果他是一个大涨 一直涨到收盘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涨得太快太猛了 他是抢购高潮 是抛物线型的上涨 我们可以画一条抛物线 看到涨到后面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 K线体积越来越大 64号K线的前一分钟都是一个暴力的下跌 目前这个下跌非常的剧烈 没有任何的反弹 但是我们和前面的61、62一样 就耐心等到他的收盘 有没有可能他直接一个大阴线砸下来打掉所有的利润 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概率并不高 我期待看到在63的50%地方左右 这里会有一些多头愿意去买入 这里出现一个支撑 目前为止64并不好 对于我来说 现在利润已经回撤了超过3000美金了 但是和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要等待收盘 在一半左右的地方好像是有一些人买入 暂时出现了一个止跌 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连续这么多跟超级大阳线 收在最高 很大的概率至少会有一个第二段上涨 所以这里其实并不担心他有一个V性反转 尤其是64如果不是收在最低的大阴线的话 如果他有一个很长的下阴线 在他的下方非常大的概率 是愿意买入的人要比愿意做空的人要多 我们看现在他已经收上去了 我尽量不让自己把注意力放在金钱上面 因为如果我紧盯金额 我一看他又往下 我可能少赚5000少赚6000 甚至1万多美金的利润全部回去太痛苦了 我不会去关注这个事情 我就关注现场的价格行为 耐心的等到他的收盘 不要去想多余的事情 这个地方我所期待的事情出现了 在50%的地方获得了支撑 并且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拖头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缺口 每一根K线的高点被突破之后 都没有完全的回测 连续的两个缺口 所以非常大的概率 他还能再往上至少涨一点点 做FOMC 我是比较有经验的 像这样的强的上涨趋势 我怀疑他有可能今天剩下的还有一个多小时收盘 他就一直涨到收盘 最后收盘收在全天的最高点 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看FOMC的报告 而且现在鲍威尔现在的记者发布会 他的发言 我完全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这些我都不关心 我只关心现在市场上是always in long 强势的多头上涨趋势 那么我就坚定的持有我的多单 仅此而已 还有三秒钟收盘 收的很一般 他只是上场过程中的一次回调 一次利润回吐 很大的概率 至少有一个小的第二段上涨 当然后面的涨幅不可能 每一个都像这个一样 对不对 都是20个点的大的K线 后面他可能会变成一个 spike and channel 就是通道型的上涨 一下回调一点点 涨一下回调一点点 我是在60号K线的收盘入场的 大家看到这个是券商的箭头 在前面我没有任何的操作 没有任何的开仓 就是耐心等待 FOMC结果出来以后 有了明确的强势的突破 再去入场操作 65号K线目前一般般 但是不差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下影线 这个代表什么 64号K线一收盘 所有的人都去买入 他甚至跳空高 开了一个tick 突破了前面两根K线的高点 又被卖了下来 可能是有一部分多头在止盈 我不认为这里会有什么 空头去入场做空 在这么强的一个上涨趋势 里面去左侧做空 逢高加仓 我觉得是一件不理智的事情 不管他认为 现在的基本面怎么样 不管他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怎么样 65号还有一分半左右收盘 最好它的收盘要收在前面 这些K线的高点上方 就会更加的好一些 因为现在这个行情 比较的紧张刺激 幅度也很大 所以我们暂时就先看盘面 等到这个收盘之后 我会来讲一下 今天早晨包括前两天的行情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盘 最近几天我也是并没有特别多的交易 因为我知道今天是FOMC 本来今天也不打算怎么做交易了 看到这个上涨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想去错过这一波行情 用小仓位去做一做 现在非常不错 还有10秒钟 看来又是一个阳线收在一半以上 往上突破 非常漂亮 直接又是大阳线收在最高 加大了更多人愿意去买入的可能 可不可以在65的收盘买入追涨 可以止损放的比较大 如果在65的收盘 开仓做多 把止损放在64最低点下方 我们看冒的风险超过20个点 所以你说我如果赚5个点就跑 但是你的风险是20个点 需要至少80%多以上的胜率 才能够保证稳定盈利 对于大部分交易者来说 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这里要做一定是做波段 至少去拿10个点 甚至20个点 一个1比1的盈亏 但是这个大止损放在那边 并不一定说要被完全达到 比如说66是大阴线收在最低 可以直接在它下方一个tick 止损离场 可能最后只是亏5 6个点 并不一定是20个点这么多 66到达了65的最低点下方 但是我们看到立刻被买起来 因为65不是一个好的做空信号 可以在它的下方 更多人愿意去挂单买入 而不是去做空 多头也没有必要在一个 大阳线的低点下方离场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 在65的收盘追涨 你可以怎么样挂单 挂在65的开盘价 或者开盘价下面一个tick 如果它涨上去了 没有成交 那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成交了 你至少可以瞬间就赚到一笔钱 这里我有一个担忧 就是64 65 66 我们看它的重叠部分开始变高了 这也是我刚才讲过的 后续的上涨趋势 不一定会有那么强 很可能是什么 一个通道型的上涨 但是只要它是上涨 只要它这个上涨趋势成立 高低点不断的再抬高 那么对于多头来说 就可以继续持有 对我来说 我看到了这个数字 五位数的盈利 内心还是有一些小激动的 其实我很想止盈 保护自己的利润 但是我们就尽量拿久一点 好吧 看看它还能涨多远 如果像我们所说 这个市场还有将近20个点的涨幅的话 那么我还能再赚6000多美金 最后的总盈利可能是达到2万 尽管我只做了6手合约 我会不会想 假如说我这里做60手合约 我可以赚20万 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 在这里追涨风险非常的大 对不对 这个是我首先考虑的事情 66还有30秒左右收盘 我们看一下 它能不能继续收一个阳线 好的 最后又是一个阳线收在最高 然后我们看到它一收盘 就立刻被买上去 为什么我们说它的收盘这么重要 它收在最高说明什么 说明前面 不管你在哪里买入的多头 就算你是在65的收盘去追涨的 你在66的收盘也是赚钱的 看到所有的多头都在赚钱 会有更加多的人愿意去买入 对吧 因为前面在买的都赚钱了 我也要去买 这个就是所谓的赚钱效应 不知道大家从我今天的语气中 能不能听到一些和平时 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平时 我可能有时候解说的时候 有一些激动什么的 那个更多是为了节目效果 就是或者是为了让自己交易的时候 能够更加轻松一点 但是今天的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 我们平时说 Trade small enough Trade I don't care size 用自己并不在乎的金额去交易 对我来说可能是三千五千 我并不那么的在乎 但是一旦它到了一万多美金 甚至接近两万美金的时候 我也会紧张 也会有一些压力 那这个地方 如果它有一个大的回撤 你要想一下这么大的波动 一下子我就要损失 好几千美金的 肯定是情绪上也会有影响 我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非常深的回调 这里就是超过了十个点的回调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大家看刚才是一万六千多 现在是一万三千多 长趋势第一次尝试反转 80%的概率 还是失败的可能性居多 所以我没有在它下方一个tick离场 尽管我认为在它下方一个tick离场也是合理的 但这里我选择再去稍微坚持一下 如果出现了第二根像67这样的大阴线 说在最低 再去离场的话 可能就会更加合理一些 目前为止我依旧在坚定持有 但是确实就和之前讲的一样 64到66这三根k线的重叠部分非常高 所以它是通道性上涨 或者变成一个震荡区间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 本来我是在25.00的地方已经挂了止盈的单子 因为我们刚才讲65的收盘正好是15对吧 然后到25正好是10个点 这里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人止盈 但是我一想可能还能走更远 我就把这个单子撤掉 当然现在事后看来 还是在这里止盈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我想看一下68能不能达到66的收盘 至少达到66的收盘 然后我想看到价格达到66的收盘之后 是怎么样一个反应 因为之前买在66收盘的人 如果他们没有止盈 很可能现在是被套住的一个状态 如果价格一打到它的收盘就下来 说明很多多头在这里打拼离场 他们不愿意继续持有了 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如果在这个地方价格没有停住 而是继续往上的话 代表多头愿意继续持有继续买入 因为他们有很大的自信 这个市场还能再往上至少走一点 我们这里再看一个细节 68的价格是打到了66最低点的下方一个tick 然后就往上 因为在这个下引线下方 更多人愿意去买入而不是去卖出 所以和刚才讲的一样 不愿意追高 可以在前一根k线的低点 去挂现价买单去做回调 现在市场表现出了一个震荡区间的特征 完全重叠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在下方被买上去 在上方被卖下来 还有6秒钟收盘 68应该是能够收在高位的一个阳线 至少是收在一半以上 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的一开盘就往下 很多人把它当作震荡区间对待的话 有些空头愿意去卖空 它后续震荡完还是向上突破的概率要更高一些 如果今天就是最后一直涨 涨当收盘 然后日k线是一个收在最高的大阳线的话 很大的概率 它明天还要再继续涨 至少再涨一点 多头会期待日k线有一个好的跟随 我们讲过抢购高潮之后 有些时候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反转 或者是深度回调 更多的时候它的反转是失败的 会变成一个震荡区间 持续至少一到两个小时 有些空头会在这里做空逢高加仓 他们希望市场能够回测到EMA20 他们至少有一个深度回调的机会 但是这里你也要想 如果它不回调 而是继续往上涨的话 EMA20也会非常快的跟上来 一直这样涨 对不对 然后EMA20也这样很快的跟上去 如果在极端的行情的话 它可以往上涨很久 然后一直不回调 一直不碰到EMA20 涨到了很高的位置以后 它就开始横盘 那么最后碰到EMA20了 也没有任何的用 依然会是一笔非常大的亏损 所以这样的左侧交易 对于绝大部分交易者来说 最好不要这样去做 69还有十几秒收盘 看一下能不能收在最高 是一个小十字星 有一个tick的阴线的体积 并不是特别的好 市场还是在一个窄的震荡区间 这个窄是相对的窄 它的最高到最低有超过20个点 只不过相对于今天前面的 这个大幅的上涨来说是比较窄的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在69包括68的上面 更多的人在卖出 可能是多头止盈 可能是空头在用现价单卖出 想做一笔Scout 越来越多的人 把这里当做一个震荡区间来对待 不知不觉 已经来到了第70根K线 还有8根K线 我们常规时间的交易就要收盘了 希望可以在这里再多涨一点 在72之后我并不愿意去做特别多的交易 因为尾盘最后半个小时可能会发生很多奇怪的行情 它随时可能比如说前面像我一样追涨了多头 赚了非常多的钱 他们要在收盘结束之前 在尾盘止盈离场 那么他们的止盈就会导致市场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撤 如果多头不赶紧再往上的话 我要考虑先止盈再说了 因为尾盘往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回撤的风险 好最后我是在70的收盘 全部止盈离场了 因为它又是一个大阴线收在最低 我们刚才说了第一次尝试去反转失败 第二次尝试反转就可能成功 我这里离场的非常的及时 如果不离场的话 现在很糟糕 就像我刚才讲的 可能在收盘前会有非常多的多头止盈 那这里到底只是一次小回调 还是一次大的回调 甚至反转 我认为它还是小回调的概率比较高一点 只不过我自己不愿意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了 我觉得先止盈离场会比较好一点 这一笔交易 我是5072左右开仓 然后5113的地方止盈 一共是赚了40个点多一点 尽管只做了六手合约 最后的利润是超过12000美金 相比最高点来说 早赚了将近4000美金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个行情波动就是这样的大 我觉得已经比较满足了 而且这笔交易 我觉得各方面已经是做得非常好 坚定持有 做到了 而且无视了他第一次尝试反转的行为 然后在第二次尝试反转的地方果断离场 不然现在就很尴尬 看上去很厉害 但是又来一个大阳线 是一个入场点 高一的入场点 一般来说不是特别的好 最好等一个高二再说 但是他有可能高一直接上去 所以后面发生的情况就很多遍了 尤其是在临近收盘的时候 那么我们暂时就不再关注这个了 让他先走一走 我们先来讲今天早晨和昨天的行情 然后讲完他差不多应该也收盘了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4月30号 也就是昨天周二的一个行情 开盘我们讲过非常多遍 至少前6到12根K线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再出手 昨天的前面一段时间 显然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前面是一个小的震荡区间 这个震荡区间一旦被突破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至少要去到measure move的位置 而且我们看开盘这个震荡区间的幅度非常的小 5141到5126只有15个点左右 现在只是5000多点对不对 不可能一整天就在15个点的区域里面去震荡到结束 它非常大的概率一定会突破的 到底往哪边突破 我们的EMA20就展现出了作用 你们看清晰的看到 尽管有那么一两根K线 它尝试收盘收在EMA20 但是我们一直说的是什么 突破需要跟随 它刚突破上去就一下就没有后续了 跟随很差 那么显然它是不成功的 所以如果要追涨的话 不应该直接在它的收盘去追涨 最好再等一根K线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71这样跌下去后立刻又收上去 上去没多久又立刻下来 震荡区间的特征 不值得去做任何的交易 还是避免掉就好 对于我来说 我是在70的收盘离场的 我会不会感到惋惜 哎呀蛮好再等一等 不会这样子 因为你不知道 它最后会收上来 它有可能直接就这样下去了 做最合理的选择 我们所需要考虑的是 长期交易的结果 做100次1000次 80%的情况 在第二次尝试反转的地方 需要去离场 保护自己的利润 这个是最重要的 80%的时候不会错 20%的时候会怎么样 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情 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100%的 总有意外情况会发生 总有小概率情况会发生 我们继续来讲 昨天的早盘 当你看到多头连续的尝试突破 EM20失败的话 这个地方做空会是更加好的选择 然后逢低去做多是不好的 逢低做多为什么不好 我们刚才讲了 它非常大的概率要突破的 这个地方从17到21连续5根阴线 其中4根都是体积非常大 非常强壮的阴线 80%的概率 至少有一个小的第二段下跌 然后它很多尝试的反转 都是失败的 就和我们今天这里 做多事一样的 对不对 它要经过好几次尝试可能才会有成功 那么这里到底是一个成功的反转 还是一次回调 我还是认为它只不过是一次回调而已 OK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强的下降趋势的时候 你肯定是不能去做反转的 当然在measure move的地方 考虑止盈是非常正确的 想要说我在这里做多并不好 就算是做scalp也不好 尽管你看到这里有一些多头逢低做多去做scalp 好像可以赚钱 但是这一根k线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他们再逢低做多一下子就会亏很多钱 所以不要去这样做 宁可等好的一个顺势做空的机会 这里36就是一个完美的点 尽管从信号k的角度上来说 没有收在最低 但是第一个 它左边的背景非常好 在它下方一个tick去做空 是顺应左边的强的下降趋势的 然后这里多头尝试碰到EMA 也没有成功也失败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做空的入场点 哇73没想到它最后走成这个样子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说72之后 尽量要避免做交易 除非是特别好的机会 不然的话就是管住自己的手 不做最重要 那么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地方可以做多呢 我认为在33的上方一个tick去挂单做多 也许是合理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趋势已经变弱了 有一定的概率会反转成功 但是这个概率并不高 对吧 因为左边这五根大阴线的关系 这样子跌下来毫无疑问是always in short 但是always in short不代表它不会有反弹 不代表它就会很快的无限制的这样跌下去 在很低的位置的地方 空头往往不愿意去继续追空了 而是开始止盈 包括有多头开始封低买入做scalp 就会出现这样的震荡区间 和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地方的震荡区间 是一回事情 在这么高的地方 多头不愿意再去追涨 然后没有止盈的多头 随着这个一根一根大阴线往下砸 它们放弃的越来越多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深度回调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今天日K线会留下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现在我估计它已经接近 整个上涨幅度的50%的回调了 正好在50%回调的地方 但是由于前面的大阴线下来的话 50%也不一定拦得住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可能在50%的地方挂单做多的 你面临的是这样快速的跌下来 在这个地方买入的话 反正我是不敢的 我没有这个胆量去做 连续几根大阴线之后 变成一个震荡区间 或者变成一个宽通道 然后出现了特别好的大阳线 收在高位 最好是收在EMA20的上方 再去做多会好一点 我们接着来说 这里是抛售高潮 对吧 跌了这么多以后 再来一根超级大的大阴线 抛售高潮 38号K线是一个inside bar 它是一个被39完全包在里面的K线 可能是final flag 但是它同时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重叠 一旦重叠开始了 市场就有可能进入一个震荡区间 这事实上和我们今天刚才做的行情一模一样 在我看到64 65 66 这三根K线的时候 我立刻就说了 三根K线的重叠部分太多了 我并不期待有一个多强的上涨趋势 市场果然就开始了震荡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22 23 24 它是一个连续的inside bar 是一个挨挨的形态 是一个小三角形 这么多K线全部重叠在一起 你就知道 市场大概率要变成一个震荡区间 至少震荡10到20根K线 这里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在这里尝试去做反转好不好 一直在50之前 我都没有看到什么好的做多信号K 尽管阳线的数量还是不少的 但是我们看它的上影线实在是太长了 比如说在42的上方 你要想一下 这么长的上影线 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个上影线上方 去用bystop追涨 是不多的 对不对 更多人从头等着在38的高点去做空 它的突破是失败的 那么50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离EMA20又太过接近了 尽管我是认为它至少有一个比较幅度大的反弹 甚至有可能是反转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入场的机会 53非常好的大阳线收在最高 而且整个K线的体积都在EMA20上方 甚至它和均线之间有一个小的缺口没有碰到 所以是非常好的突破 大概率会至少再往上涨一点 但是到底是只涨一点 还是涨很多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判断 我当时是这样打算 如果54是一个好的跟随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小阳线 或者是一个小十字星的话 那么我会追涨 但是54本身它是一个带有阴线实体部分的一个十字星 它就不好 不是一个好的跟随 我就没有去操作 如果直接在53的收盘去做多 当然也是合理的 只不过当你看到56 57出现的时候 最好还是先离场止损 这里对于空头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双顶 而且是高点降低的双顶 当他们看到又有阴线收在最低 回到EMA20下方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去做空的 所以其实昨天一整天多头始终都没有怎么成功的突破过EMA20 包括尾盘最后两根K线的暴跌 76收在EMA20上方多头陷阱 对吧 你至少再等一根K线 等一根跟随 没有直接就这样下来 所以Brad讲的确实没有错 就是判断趋势最简单 最清晰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EMA20 就是这根均线走向 包括今天早盘 它也是没有突破均线成功的 向上假突破又下来 一直到这个地方才开始站在EMA20的上方 难以置信 我是在60的收盘去做多的 就是如果我不止赢的话 现在所有的利润都没有了 就是还要倒亏钱 很难相信这个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转 怎么样上去 怎么样下来 就好像过去这两个小时的行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又回到了原点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在这个上去下来的过程中 有多少人赚了大钱 有多少人亏到爆仓 不知道大家今天做的怎么样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什么情况 用尽可能小的仓位去交易 尤其是这种极端行情 所以你这样看下来的话 就是昨天如果什么都不管 对吧 就在EMA20做空做空 可以赚一整天的钱 非常大的下降趋势 和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在72之后 尽量不要做任何的交易 尤其是最近财报还比较多 昨天盘后是什么 Amazon然后AMD 还有其他好多公司出财报 尤其是像Amazon和AMD 他们的财报会直接影响到市场的价格 昨天在短短的最后三根K线 在15分钟内市场直接跌了40多个点 对吧 非常的可怕 然后79这根K线体积很大 它的最低到最高是30多个点 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重叠 所以今天的开盘 Albrook斯也讲了 很大的概率还是一个震荡区间 然后在这么低的位置 离EMA20又很远 昨天又是连续的抛售高潮 抛售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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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又出现了重叠震荡的特征 所以在这个地方愿意在逢低去做空的空头 并不会特别的多 开盘2和3连续两根大阴线收在最低 而且它们之间没什么重叠的 符合我们说开盘去做趋势的一个条件 所以在3的收盘或者在3的下方一个tick去做空是合理的 而且可以达到一个measure move的位置 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6的收盘期的开盘比较重要的数据 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做日内交易 一定要关注重要的数据 我用的是investing.com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它会告诉你在美东时 美国东部时间几点钟分别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数据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10点钟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6的收盘7的开盘 这么多的重要的数据都是三颗性的 那么你就要记得避开这个时间段 因为在这个数据一公布 计算机就开始出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导致你很可能会来回的亏损 就没有必要去参与这样的行情 我是在9的上方一个tick开仓做多的 根据我们开盘专题里面所讲 开盘的第一个趋势 不管它看上去有多强 80%的概率有小反转 50%的概率有大反转 这里是一个小双底 micro double bottom 微型双底 9号k线勉强是一个还不错的做多信号k 所以在它上方一个tick开仓是合理的 这里我只赚了一笔scop 我记得是赚了17个ticks 就是4个点再加一个tick 我就走了 是在这个位置直营离场的 为什么要直营 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里尽管阳线的数量确实不少 然后有可能是一个上涨窄通道 每次回调只有一根k线 一根k线的回调 幅度也比较小 持续的时间也很短 但是这个上涨趋势就是不是很强 每一根阳线的上影线都很长 所以并不好 它随时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回调和回撤 所以我就先离场 如果它能够强势突破EMA20 又有好的跟随 我们再说 而且一般来说 下午有FOMC这样大的事件 它的白天是一般来说 不会有特别大的趋势的 市场就是等待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我在这里止营了之后 我看到18就立刻这样上去了 我还在想怎么我一直赢 它就突破对吧 结果它又收回来了 所以我一看到这里又突破均线失败了 我立刻怎么样想到昨天的行情 昨天一整天这个市场都被EMA20这个均线所压制 那很简单呀 既然左边这个上涨趋势 我们刚才就讲了不够的强势 对不对 全部都有上影线 所以它更加有可能是震荡区间中的一段 而不是一个大的上涨趋势中的一段 我立刻就在18的收盘区做空了 初始止存放的比较大 但是我手动止存的话 如果它有连续的阳线 收在EMA20上方 收在高位 我就直接手动先离场 它没有能够突破成功 第一次尝试突破 第二次尝试突破 下来这里我只赚了五个点就离场了 并没有能够拿得特别久 然后我就看到它这样跌下来 那么我想看的是 它的这个突破能不能成功 但是它尽管22的低点是超过了 7和9的低点 一个tick 就往下多跌了一点点 立刻又回来 所以它还是表现了一个震荡区间的特征 这里如果要做空 就要等它有一个强势的突破 才能去做空 不然的话 你就是直接空在一个震荡区间的底部 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道理 在这里和这里都是不能买入做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这个意思 之前震荡区间里面 讲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 要么等完全的突破 要么你逢低去买 不要买在最高的位置 这样很尴尬的 除非你愿意用特别大的止损 然后再逢低加仓 这样也有一个风险 比如说昨天的开盘这个震荡区间 假如说你买在了高点 然后你又逢低加仓 它一个向下突破 哇你两笔加起来亏了好多钱 没有必要去这样去做 我想这个讲过很多遍了 大家应该也熟练了 对吧 就不会在震荡区间中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要做多逢低去做 要做空逢高去做空 那后续的行情 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讲的 就是一直震荡 55号K线 它的时间就是美东时间两点钟 就是利率决议公布的那个一瞬间 在数据刚刚公布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会有一些大的波动 而且往往是来回反转 这个时候去参与市场是不明智的 最好等几根K线 等尘埃落定了以后 我们再去做会更好 所以我是等到60 这个大阳线出现的时候才去做的 哇我的天哪 难以置信 这个市场其实其又是一个大阴线 说在最低 直接回到了数据前的起点 直接回来了 这个今天的行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潇洒走一回 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离常规时间收盘 还有四分钟左右 我们来切换SPY的日K线 看一看 看样子是一个十字星 甚至可能带一点阴线的实体部分 然后说在比较低的位置 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好的 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 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一小时K线的话 前段时间这个市场 大跌大涨大跌大涨 这个是什么东西的特征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特征 这个是震荡行情的特征 所以你可以期待这个市场 继续震荡一段时间 所以不管是五分钟还是一小时 还是我们看的日K线 对吧 大跌大涨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所说的 连续六根阴线 很大的概率 至少有一个小的第二段下跌 全都是一样的 对吧 和我们做日内五分钟K线 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们都遵循着一模一样的价格行为 包括我们看EMA20 五分钟里面 刚才已经展示了它的作用 非常的有用 日K线有没有用 太有用了 每次碰之前的上涨趋势 每次碰到EMA20就往上涨 然后这里呢 跌破反弹 过不去EMA20开始跌 跌下来反弹 又碰到EMA20 又被压制住 又这样下来 我们刚才讲了 这六根大阴线 至少会有一个小的第二段下跌 这个小的第二段到底在哪里 不可能这个地方 它就是这个小的第二段 有可能 这个第二段还没有来 如果我们又看到一个强的第二段下跌 那么它再反弹 甚至有可能有一个第三推 三推之后 我们才看它有没有反转的可能性 到现在为止 我依旧不知道鲍威尔 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之后可能会去看一下新闻 但是我只知道 不管他说了什么 第一次尝试反转 不用去管他 大概率是失败的 但是第二次尝试反转 他成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离场 鲍威尔他今天这样讲 明天那样讲 他可以改变他的说法 他的话 大机构怎么解读 这也是他们的事情 这个都是可以骗人的 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华尔街的新闻怎么讲 告诉你 今天因为鲍威尔说什么大跌大涨 这个都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唯一不会骗人的就是价格行为 这个地方开始重叠 上涨趋势开始变弱 然后你发现有两个大阴线 说在最低 好的做空信号 一定要先离场 多头离场 空头可以尝试去做空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 我不单单是讲了自己这一笔 做多赚了40个点的一笔交易 所有东西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自己觉得我发挥的也特别的好 也跟大家讲了前两天的行情 大家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 对不对 如果是很早以前就关注我的朋友 我以前还没有开始做实盘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竹根K线来回放 来复盘 讲的东西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 然后运用到实盘交易中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做大量的学习 还有复盘的工作 然后用小仓位大量的练习 好 今天的边做边讲就先到这里 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